少女一向学姐告白 结果学姐登场掀起了衣服 告诉她 其实我是学长的 苍景心想 那岂不是更好 可以同时享受男孩版本和女孩版本的前辈 一个劳工双份快乐 其实自从真情说到那张小纸条后 就知道今天放学后会发生什么 但还是选择留在教室里等苍景过来 终于苍景气喘吁吁冲了进来 其实是因为考试来晚了 结果真情连这个小学妹试谁都没想起来 苍景先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不出所料的激情告白 还对着真情吹了一番彩虹体 学姐的温柔的眼神 高调的身材 还有略微低沉的声音 都无不吸引着苍景 真情并没有直接回应苍景 而先问她是喜欢女孩子吗 而苍景并不是喜欢女孩子 她只是喜欢真情这位学姐而已 面对这么真挚的感情 真情只能撩开衣服拽下假发 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其实她是男孩子了 结果苍景不仅不嫌弃 反而更加兴奋了 连鼻血都喷了出来 真情没想到她会是这个反应 感觉不是怕地上去让她擦一擦 但是接下来的话 让苍景的心沉入了谷底 真情觉得就算他们交往了 自己也不会喜欢上苍景 所以从一开始就没给她希望 苍景接受了这个结果 却并不愿意就此放弃 让真情做好准备 自己一定会成为她的初恋 苍景的话在真情心中起了波澜 连上课都在想着这个小学妹 她并不认为自己会对苍景产生恋爱感情 究其原因大概是曾经的经历 而且为了苍景好 真情也不能跟她走得太近 可惜只是一个毫无距离感的小学妹 一放学就冲过来四处找她 真情只能躲起来避而不见 体育课上真情轻松过人投进一个球 英姿萨爽的表现迷倒了不少同伴男生 当然这些人都知道真情是个伪娘 也只是嘴上数手而已 等真情过来后就立刻走开 唯一蹭上来的只有苍景这个无知小学妹 苍景他们搬在上美术课 她兴致勃勃地跟真情说着话 真情就只想和她拉开距离 告诉苍景 其实高尔和高三的学生都知道她是男孩子 如果跟她走得太近 其他人也会觉得她很奇怪的 苍景立刻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然而她破防的原因却并非会被孤立 而是觉得 真难道不应该是她和学长之间的小秘密吗 为什么别人也知道啊 这单纯的表现都笑了真情 让她的心情不自觉放松了下来 到了放学后 苍景又送给她一条新的手帕 上面还绣着小海豚 真情顿时被蒙到了 结果还没接过来 手帕就被风吹跑 最后挂在了树上 真情的脑海中也出现了母亲曾经的话 这是女孩子用的 想要伸出去的手也缩了回来 没想到下一秒 苍景直接冲回去爬上树 帮她拿了下来 逻辑的那一瞬间 真情感觉自己看到了光 接过手帕后 轻轻帮苍景摘掉头上的叶子 表示自己会好好珍惜的 苍景多希望学长说的是珍惜自己啊 实在不行 让她变成手帕也行啊 两个人都没注意到 一个阴暗批正悄悄窥视着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 那个男生就去必懂苍景 质问他想对真情做什么 真情看到后立刻跑过来阻止 看见两人熟年的模样 苍景当场不大方 原来自己喜欢的学长有男朋友啊 真情感情解释 只是童年玩伴而已 但那个男生的态度 可就不这么清白了 他觉得苍景接近真情 肯定是不怀好意 说不定跟之前那些人一样 只是为了恶作去捉弄他而已 没想到苍景看起来真有些心虚 不过真情立刻就把龙二给骂走了 他相信苍景不是那样的人 而龙二觉得苍景肯定隐瞒了什么 六国走廊的时候 刚好看见苍景一个人鬼鬼祟祟 对方正要拿出个什么东西 立马跑开了 龙二赶紧回到教室 叫让真情一起去追苍景 让他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苍景下意识地捂住口袋 说什么也不愿意拿出来 龙二就直接用墙的 没想到掏出来一条带鞋的手帕 正是真情那天给苍景的那个 而苍景气得哇哇大哭 学长送给他的手帕 就这样被别人给玷污了 苍景还此地无垠三脉两 向真情解释 自己绝对没有闻手帕的味道 可惜两个人都不相信他 而龙二离开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学生证 苍景下意识地捡起来看了一下 这一看就知道了龙二的小秘密 龙二威胁他绝对不能告诉真情 苍景嘿嘿一笑 依此威胁龙二本的东西给他 前辈 你也不想你的事情被真情知道吧 于是当天放学后 苍景又得到了几张真情的童年照 看着照片直流口水 把龙二恶心得不行 结果苍景画风一转 问龙二是不是也喜欢真情 本来只是随口一问 但现在看龙二的反应是真喜欢的 苍景明显不相信他的否认 表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苍景赶紧出上去打招呼 就被龙二一把捂住嘴 真情看到他俩这样 没忍住露出苦笑 就这么离开了 他那走后 龙二告诫苍景 虽然真情平时穿成那样 却并不是为了引人注目 所以如果在人群中跟他搭话的话 真情是会担心他的 苍景也想起来真情曾经说过的话 立刻管龙二叫了声师父 向他请教和真情学长的相处之道 因为感觉龙二跟真情的关系很好 其一句话就把龙二吹得心里舒坦 甘于真情的情报哗啦啦往外掉 两个人从幼儿园就在一起了 那时候龙二天天想着怎么捉弄真情 但真情不管怎么被捉弄都不会哭 直到有一次 两人玩捉迷藏 龙二把自己关进柜子里出不去 是真情哭着解救了他 一直担心找不到他该怎么办 那一瞬间龙二被戳中了红心 从那之后 两人就一直是好朋友了 这因为是好朋友 龙二就主动承担起了保护真情的职责 一旦看到有人纠缠他 他就会很生气 就宠龙二这番话 苍景决定以后再不跟师父做对了 另一边真情一直在思考 苍景为什么会希望上自己 突然听到老师说忘了带资料 让值得男生去拿一下 真情就站了起来 老师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尴尬 这份尴尬让小叔爱心里有些难过 结果那个小傻瓜学妹还在下面喊他 邀请他今天一起去约会 刚喊完就把老师给教育了 看着学妹委委屈屈的模样 真情忍不住会心一想 他人告诉老师 自己马上去拿资料 而苍景此时却产生了罪恶感 明师父说过 不能在人多的时候跟真情搭话的 他却还是没忍住 殊不知他刚刚的笑容 可是将真情的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放学后 真情跟龙二告别 然后独自一人去了体育器材室 在那里脱下女装 换上了男装 暂时将真正的自己封锁在这间小屋里